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的眼睛也仿佛受到挤压一样 有些脱离眼眶 有些被挤压变了形 看得人毛骨悚然 喉咙发痒 豆腐胆小 一直跟在我的后面 这会儿气到 怎么办呢 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 我说 既然你的乌鸦嘴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没有倒霉的事情就奇怪了 快 跑 我二话不说 拽起豆腐 撒腿就跑 其余人也才慢慢拍地反应过来 眼下的情况是明显不对劲 趁着还能动 咱们赶紧跑路吧 我拽着豆腐一马当先 跑在前面 豆腐哀哀直叫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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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们你拽着我干什么呀 我这会儿你应该拽着你媳妇啊 我看了一眼 已经冲在前面的顾文敏 就说 拽个屁啊 我媳妇伸手敏捷智慧过人 这会儿已经跑到我前面去了 需要我拽吗 你个怂货 没吃饭哪 我坏点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豆腐挨幽灵 左脚搬右脚 摔倒在地 一下子我们俩就拉在后面了 真是不怕紫禁一样的敌人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我连忙去拽他 小豆祖宗 我求求你还不行吗 你争气点 别拖后腿行不行啊 豆腐哀嚎 不怪我呀 有东西拽着我脚了呀 我心里一惊 目光往下一移 啥事件大海 只见从地面地砖里面 赫然长出了一只手 而那只手 正拽着豆腐的脚步松开 墙壁上眼睛已经够奇怪了 这会儿还长出了手 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赶紧去掰那只手 只感觉触感冰凉 僵硬无比 拽着豆腐的腿纹丝不动 与此同时 我猛然发现 两旁的墙壁上 赫然已经长出了一只只手 正越来越长 似乎要来抓我们 我头皮发麻 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情急之下 连忙拔出匕首 打算砍断 拽出豆腐脚的手 不等我动作 便听前面传来 断飞的惊呼声 由于他们已经跑远 我一时也看不清 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会儿自身难保 也无暇塌过了 那匕首砍上那只手之后 如同砍上金铁一般 压根不能造成任何的损伤 可之前在酒关里 见到的粽子 手完全不动 豆腐急得直垮腿 一只手未能挣扎开 又有无数手冒了出来 虚语便将豆腐的手脚 都给牢牢固定出了 豆腐称大字形 躺在地上挣扎 而我的周围 也全是从墙壁里伸出的手 也想抓住我 我先是抵抗 那奈何数量太多了 根本是难以招架 情急之下 豆腐吼道 你先走 别管我 提话 我不管你 谁管你 豆腐挣扎着 提道 老陈 都这会儿了 别跟我扯淡了 你赶紧跑 我自己想办法 你不是说 医抚比手足重要吗 顾大美女在前面 你赶紧救他们呢 豆腐的话 让我心中一紧 不由得担心 起顾文敏他们来 但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哪能做出 为了媳妇 不顾兄弟的事情 再也不顾 跟豆腐多说 一边躲着 那些新来的手 一边想办法救豆腐 用匕首砍 没用 对付这些邪物 该用什么办法呢 我想起了一样东西 便对豆腐说 小豆 赶紧撒尿试一试 童子尿可以避险 豆腐挣扎着 文言苦着脸说 尿不出来呀 我差点被气死了 说 平时让你干活的时候 你不是拉屎就是拉尿 往厕所一蹲就半小时 这会儿怎么就都没了呀 在棺材里的时候 已经吓尿了呀 去 这是秘密啊 不要告诉别人 我一时哑口无言的 就这会儿功夫 只感觉脚下一紧 低头一看 赫然被一只 从地上长出的手 拽住了脚 那只手一用力 我便重心不稳 跌倒在地 脑袋磕得是一阵发懵了 不等我回过神来 又被其他地方伸出的手给困住 一时间 我和豆腐两人双双倒地 手脚被束缚住 眼前所见 只瞅着墙壁上扭曲的眼睛 不断从墙壁上生长出来的手 仿佛群魔乱舞的地狱一般 而除了这些手 周围那些磨牙般的声音 也是越来越尖利 渐渐地就变成 男女不变的嘶吼声 仿佛在惨叫 又仿佛在奸笑 让人心神震荡 一时间 也根本听不见其他声音 更无从判断 顾文敏他们前方 出了什么情况 我急得挣扎 豆腐叹了口气 就说 让你跑你不跑 得 吃下好了 咱们俩都得交代在这儿了 随着我和豆腐被制住 周围疯狂生长的手臂 忽然停止了下来 有些长了一半的手臂 甚至缩了回去 一时间 除了从墙壁中传出 刺耳尖叫声之外 眼前的一切都静止了下来 那些充满怨度的眼球 一眨不眨地 盯着我和豆腐 手臂也不再摆动 我心里打了个图 猛地往下一沉 这仿佛是 暴风雨的前行一样 一种强烈的不安 席卷而来 就在这时 豆腐颤上说 老朕 看右边 那是什么东西 我顺着豆腐的视线 方向看过去 只见那地方 严守处空余的墙壁之间 忽然有些骨胀起来 渐渐地仿佛形成一堆红色烂肉一样 也不知是什么玩意儿 那烂肉显然还没成形 在我和豆腐的注视下 它慢慢长大 最后长得有八张大小时 我终于看清了它的全貌了 是一张嘴 一张没有嘴皮 只有口腔和獠牙的嘴 接下来 越来越多的嘴长了出来 它们甚至可以拉长 开始逐渐朝着我们靠过来 豆腐几乎要哭了 说 原来是要吃了我们的 天哪 还不如当时在棺材里面 被掐死得了 我们谁也不想被活活吃下去 两人挣扎得更为剧烈 怒吼不断 妄图用声音 能下这些从墙里生长出的东西 但这显然是徒劳 很快 其中一张嘴 狠狠地咬上豆腐的大腿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先咬它 难道是因为 它的肉比较嫩吗 豆腐惨叫一声 挣扎得更为激烈 那东西一咬就离开 我眼前一片心红 它居然一下子就掀下豆腐腿上 一片皮肉了 我只觉得自己眼睛瞬间就红了 大吼着想挣托 虽说这两次下斗 我们遇到很多九死一生的情况 但这种真真切切的血腥 还是第一次发生在我们身上 盯着豆腐被撕下的一块皮肉 血流不止的大腿 我只觉得血液往脑袋上冲了 但任凭我怎么挣扎 那些手臂都是纹丝不动 而豆腐已经痛得连惨叫都发不出来了 浑身大憨 跟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剧烈地喘息着 眼睛瞪大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 那张古怪的嘴快速吃下了豆腐的肉 转瞬又朝豆腐而去 这次它瞄准的是腹部 我脑子里一炸 几乎要绝望了 就在那东西快要碰上豆腐的小腹的时候 从豆腐头顶忽然又伸出一只手 那只手肤色正常 显然和墙壁里长出的手是不一样的 我目光立刻顺着手臂往上一看 心中默得一惊 是那个戴面具的哑巴 在手上握着两把黑色的双刀 也不知是什么材质 双刀旗下两臂往中间一收 那张大嘴就被砍了下来 我砍的是目瞪口呆 先说乖乖 除了吕素的鬼哭刀之外 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冷兵器 那扶桑人看起来没有恶意 砍完那张嘴之后 如同砍瓜切豆腐似的 迅速砍断 禁锢着我和豆腐的手 然后打了个手势 示意我们跟他走 木道里面奸笑声更加激烈了 几乎成了惨叫 越来越多的手和嘴伸出来 那面具哑巴凭借双刀 在前面开路 豆腐一只手受了伤 大腿又被活生生咬下一块肉 已经失去了行动力 我只能将他往身上一背 说 小豆啊 男子汉大丈夫 流血不流泪 你坚强点 坚强啊屁呀 有本人 你也被咬一下 他已经痛得说不出 一句完整的话来 话一说完 直接在我背上晕了过去 为了背住他 我两只手都被占了 只能躲在那扶桑人身后 跟着挪动了 别提心中多憋屈 没错 我就是个小心眼的人 一看到扶桑人 脑子全身都不舒服 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 特别喜欢跟扶桑人做生意 因为我手里电子产品 大都是水货 也就是俗称的假货 小给他们 还能赚一笔钱 我心里输的 谁承想 现在得靠一个扶桑人庇佑 心中别体多复杂 我不由得生起一个坏年头 有了这两次的经验 我心知在斗里 枪支跟屁一样 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反倒是吕肃和扶桑人 这种冷兵器游用 以后要想下斗 还得弄个趁手的冷兵器 这扶桑人的两把手刀 看起来就不错 有机会想办法给弄过来 按理说 这扶桑人救了我 我也不该打这些主意 不过我又不是豆腐那小子 我本来就是个坏人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更何况还是一个扶桑人 我没必要玩什么感恩的把戏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